承认生活有不同的呈现 承认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承认生活有不同的呈现 是你们俩共同要面对的 生活是不同的呈现 承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是您要面对的 对吧 就喜欢唱歌跳舞是个爱好 其实有时候喜欢看看电视 打打游戏也算是个爱好 是 就咱们不以外话的东西 来定它是不是走出来了 更多的应该是从一个 内化的东西来看 就是她的状态好不好 当提到儿子的时候 她能不能释然 我们可能更多的 要去看这个东西 这是大概我想厂上 现在的四位老师 给大姐的一个角度 不是说我从家里面 真的迈出这个门出去了 我就算一个很良好的状态 说待在家里面 我抽两根闷烟 看看电视 就是不好的状态 也不是 要看的是 她对整个未来生活的打算 刚才大姐说 我家里面的条件 那我觉得在一个 现代的文明社会 是两条途径 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 第一个途径叫 社会的保险 所谓社会保险 就是国家赋予每一个公民的 比如说咱们的医保 咱们的各种这个 这个只是保障了 公民的一个基础 那么另外一部分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是在自己的收入里面 有一部分要做商业的保险 规避风险 就是家庭要有前瞻性 那如果有商业保险的话 可能是另外一个格局 没有要卖商业保险的这个嫌疑 就是觉得很重要 基础的保险 和你自己的商业保险相结合 来保障一个家庭 面对家庭的成员 出现疾病问题的时候 是有一个保障的 至少减轻一些 咱们的经济负担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 到了六十岁了 中国过去是一个家庭养老 随着社会的发展 那就变成什么了呢 要自己养老和社会养老 因为孩子们 我们要承认孩子们 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真的让孩子成长的方式 就是孩子和父母的脱离 那这就要规划了 您六十二岁 现在到了该规划养老的时候了 您得规划呀 别到了七十岁了 您老两口又坐那儿 抹鼻子抹眼泪了 所以我就说规划前瞻一下 您是搞会计的 您好好算算 怎么规划你们老两口 未来三十年 就这个日子怎么过好了 规划规划 关注身边人往前看 您试试 好不好 您也别老逼他 下面我们有六十秒的时间 希望老两口应该 忘记自己的年龄 变回年轻人 说说对彼此的心理话 时间很短 希望你们能够 把最想说的说出来 好吗 大哥 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